我怎么听起来 这怀孕的不像是女士 像先生啊 感觉你焦虑啊 她特别焦虑 对啊 你说我怕太太 怀孕期间抑郁 我让她去上班 我觉得是你在抑郁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 女人怀孕的家庭当中 不仅仅是女人怀孕的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和平时不一样的情绪 越来越多的丈夫 准爸爸也像您一样 心理上焦虑了 其实怀孕生孩子 是每一个家庭 都有可能面对的情况 我们就把它当成一件 普普通通的事情去对待 它不是一件多么大到 让我们无所适从的事 你要相信 作为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 她是有本能 去承担将来的不同 你是有这个能力的先生 不要太着急 太焦虑 而我想跟太太说的是 我觉得你真的是蛮不容易的 因为本身要对抗自己怀孕的时候 种种身体的不适和心理上的变化 还要面对一个这样焦虑的丈夫 不容易 但其实她也不是一个多么差劲的男人 她真的是很在意这个宝宝 很在意你们的家庭 如果换个角度来讲 这也是一件好事 所以就有一些难为你 也多去理解一下她 也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举个例子 她偷看你的手机 其实这一般是在怀孕期间 孕妇通常做的事 查查丈夫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但你想她这样对你 她是有多么的在意 所以如果是一个聪明的妻子的话 换个角度想 也是一件虽然有一点不舒服 但是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温暖的感受 如果你能调整成这样 相对来讲你们的运气更好度过 我都不是说你的运气 宝宝怀在你身上 但是这个情绪波动 更大的在她那里 当然多少还是难为你了 但有时候真的生活 就是需要我们夫妻俩共同去面对 这就是成长吧 希望能够渡过这个难关 加油吧 谢谢 你说她对你不好 我就问一下 在你结婚前她会不会逊你 基本上没有 怀孕是女人非常特别的一段时光 这段时光有很多不舒服的事 包括从孕吐开始 然后心情会开始 因为内分泌开始变化 这些月真不好受对吧 为了这个孩子其实母亲是特别辛苦的 你的心情会起伏 她也会 她担心突然以后要一个人扛一个家 担心养不起你们 担心她没办法成为一个有责任的男人 所以你有你的压力 她有她的压力 你们都在不正常的情绪状况下 这样你明白吗 但过了这段时间 你们会像闫老师说的一样成长 过了这一关 你们一家三口未来可能会更好 所以保持乐观的想法 那大哥 你知道你的感觉其实很自然吗 就是你说我老婆怀孕之后就开始找我麻烦 这件事情再自然不过了 天下的孕妇都爱找他们老公麻烦 因为女人怀孕 就是会有内分泌的变化 所以情绪会特别激动 这样明白吗 所以如果她只有在怀孕之后才找你麻烦 我给你一个字 忍 再给你第二个字 让 第三个字 哄 当内分泌回复正常的时候 你熬的那些苦日子会过去的 非常时期 你要比以前更有耐心 大家 据了解在你们俩刚认识之初 您的家人是反对你们俩在一起的 是吧 原因是说她是个生意人 怕她骗了你 你对你的家人所说的是 我是个有独立判断的人 我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 是 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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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